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款 婆婆的私藏食谱 因为公公常年患有糖尿病 婆婆经常用豆腐酱 代替任何的沙拉酱 不但对健康很好 对想减重的人 也是非常方便的一款酱哦 不管是拌肉或拌蔬菜都很好吃哦 这是大约200克的豆腐 今天用的是硬豆腐 软豆腐也是可以哦 但水分太多的丝滑豆腐就尽量避免 砂糖用一般砂糖或者是罗汉火糖 这是浓缩四倍的柴鱼酱油 也有浓缩两倍或三倍的 加入得量就请自行斟酌咯 嫌弃使用搅碎机将材料拌匀 或是放入盆中用刮刀汤匙瓣也可以 因为只要把这三种材料搅拌在一起 基本的豆腐酱就完成了 如果水分太少的豆腐可以适当的加点水 就看你要拌的主菜是什么了 如果是蔬菜类的话水分比较多 豆腐酱就不要有太多的水分 所有要拌入的蔬菜都要汆烫过 将水分淋干 再把豆腐酱加进来 然后加入附加材料 黑芝麻、白芝麻或其他喜欢的都可以哦 搅拌一下就完成了 日本料理中多样的小菜 其实做法都很简单的 肉类的话 汆烫的时候加入一点姜片 跟少许的米酒 可以去掉肉片的腥味 只要烫熟就可以出锅了 水分沥干后 将豆腐酱加入 附加的材料 辣椒酱 任何辣椒酱都可以哦 或是豆瓣酱也行 然后搅拌好就完成了 试一下味道 好吃的忍不住 多吃了几口 真的好简单哦 酥菜 咸鸡附加材料就用黑芝麻了 如果买得到的话 这是白色的红萝卜 不是白萝卜哦 只要用削皮刀 削出一条一条的萝卜片 再用滚水汆烫一下 不要煮太久 保持口感才能清脆 水分沥干后 把明太子的皮去掉后加进来 再倒入豆腐酱 搅拌均匀 就完成了 随着附加材料的不同 可以变化出更多更多的不同拌酱 不能摄取太多高热量的朋友 前期非常推荐这款酱料 也非常适合便当菜 但要注意的是 豆腐容易腐坏 做好的酱料要马上吃完 不适宜在冰箱保存哦 所以像今天的份量 少量的做就可以了 白色红萝卜的口感 非常的清脆 可以做多一点 当面吃也OK哦 非常的健康又低热量 暗礼 明60度 所以皮毛 是 大费 按摩